2.5星深渊 11层 注意这些关键点 打起来会非常的轻松 上半的话 不是必须要兵系的一个角色 因为虽然水使图的盾比较厚 但是时间比较充足 我们先来打这个兵法师 然后这个上半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来看下半 下半开场之后左右都可以 往这边跑之后 四个片片花就会自己过来了 这样达到巨怪的效果 可以很快的把它们清理掉 后边这个阎龙西 其实也没有什么难度 整体时间是比较充足的 11-2的话 注意需要先打这个水漂浮灵 这是第一波 因为只有一只水漂浮灵 打了之后就不会被冻结了 然后第二波打完之后回头 背后是第二波 要先打唯一的一个冰漂浮灵 打完之后也就不会被冻结了 这样会大大的提高效率 至于最后的这一波 我个人建议先打漂浮灵 这样打的比较快一些 然后是追着这个雷漂浮灵打 敌人就会自动的聚集过来了 这边火法师要先给破掉盾 先不用管左右两边的雷漂浮灵 11-3上半层其实难度也不大 主要是注意血量就好 因为猎犬比较多 当然追着大猎犬打的话 小猎犬自己就能打到了 比如说你有一斗这些范围属性的攻击 或者是雷神这种范围攻击的话 打起来就比较的轻松一些 整体这次的猎犬难度也比较低 血量比较少 因为它的支数比较多 11-3下半火仕途和雷仕途 先要把它们的盾打出来 这样的话能更好的放心的输出 下期12层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